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美国历史,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热情奔放,伍德斯托克音乐节1969 二黑暴党崛起,民权运动新浪潮1966 三网络新纪元,推特短讯连人心2006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热情奔放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1969 各位亲爱的音乐爱好者,时代的追寻者 以及那些偶然迷路到这里的网络漫游者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那个在1969年 让时光凝固,让音乐燃烧 让自由飞扬的一个小小事件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首先,让我们把时钟的指针 拨回到20世纪60年代末 那是一个充满了理想主义 反文化运动和对传统价值的质疑的时代 年轻人们穿着五彩斑斓的衣服 戴着花环,手中握着和平的标志 口中呼喊着爱与自由 在这样的背景下,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应运而生,它不仅仅是一场音乐盛会 更是那个时代精神的极大成者 这场音乐节原本预计只会吸引大约5万人 结果却有超过40万的群众 涌入了纽约州的一个小镇 想象一下,这个小镇的人口数量 瞬间增加了数倍 这对于当地的交通,食物供应和卫生设施来说 无疑是一场灾难 但是,这些热情奔放的灵魂们 似乎对此毫不在意 他们来这里是为了音乐,为了爱 为了一场未曾有过的体验 在那三天里,雨下得如同天空 也在为这场盛会疯狂 泥泞成了最新流行的配饰 而食物短缺则成了大家共享的话题 但即便如此,没有人抱怨 大家都沉浸在吉米、亨德里克斯 詹尼斯、乔普林、格雷特佛 戴德等传奇音乐家的演出中 他们的音乐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呼声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故事中 充满了各种有趣的小插曲 比如说,有一位农夫 名叫麦斯·亚斯格 他的牧场成了这场音乐节的舞台 他本人也因此成为了和平与爱的象征 还有,由于人潮涌入 许多表演者被迫乘坐直升机 才能到达现场 这种大排明星的空降方式 在当时可是相当罕见的 最终,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成为了一个传奇 它不仅仅是一场音乐节 更是一个文化标志 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也预示着新时代的开始 这场音乐节证明了 即使在最不可能的条件下 人们也能通过音乐和爱来聚集在一起 创造出难以忘怀的记忆 所以,当我们今天回顾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时 我们不仅仅是在回顾一场音乐盛宴 我们是在回顾一段历史 一段关于热情、自由、和平与爱的历史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这些价值观永远不会过世 哦,对了 如果你想体验一下当时的感觉 不妨在家里放上一盘伍德斯托克的纪录片 穿上彩色的衣服 然后在客厅里跳起裸足舞蹈 让自己沉浸在那个热情奔放的时代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黑豹党崛起 民权运动新浪潮1966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话题 那就是在1966年 一群穿着皮夹克 戴着贝雷帽 手持现弹枪的年轻人 如何在美国社会掀起了一场新的民权浪潮 这就是黑豹党的故事 首先 让我们来设定一下时空背景 1960年代的美国 正处于民权运动的高潮期 非裔美国人在马丁、路德、金博士的 非暴力抗争领导下 争取平等权利的呼声日益高涨 然而 这个时期也是充满了社会动荡 和种族冲突的时期 许多非裔美国人开始质疑 非暴力抗争 是否能够真正实现他们的目标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两位年轻的非裔美国人 休一批牛顿和鲍比 希尔顿 在加州奥克兰成立了黑豹党 正式名称为黑豹自卫党 他们的目标 是保护非裔社区 免受警察暴力 并争取种族平等和社会正义 他们的口号是权利归人民 这个口号听起来 就像是从超级英雄电影里走出来的 但他们的行动可是相当真实 黑豹党的成员 不仅仅是一群爱穿黑色皮衣的时尚先锋 他们还是社区组织者和政治活动家 他们创立了自由早餐计划 为贫困儿童提供免费早餐 这个计划比当时的任何政府计划都要成功 可以说是早餐界的革命 此外 他们还开设了社区健康诊所 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 这在当时可是相当前卫的做法 当然 黑豹党也因为他们的武装自卫和激进言论 而引起了争议 他们认为 非议美国人有权利武装自卫 对抗警察暴力 这种做法让他们 在一些人眼中成为了英雄 在另一些人眼中则成为了恐怖分子 不过 如果你问我 他们更像是一群穿着制服的社会正义超级英雄 只不过 他们的超能力是社区组织和政治行动 黑豹党的崛起 无疑是民权运动的一个新浪潮 他们挑战了美国社会的种族不平等 并且提出了一种更为激进的解决方案 他们的故事提醒我们 历史总是由那些敢于挑战现状的人们书写的 虽然黑豹党最终解散了 但他们对社会正义的追求 和对权力结构的挑战 至今仍然在许多人的心中燃烧着 所以 同学们 下次当你们看到一只黑豹的图案时 不妨想一想 这不仅仅是一种动物的象征 它还代表着一场争取自由和正义的斗争 哦 对了 如果你们想要组织一个社会运动 记得先从早餐做起 毕竟 革命是需要能量的 对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网络新纪元 推特短讯连人心2006 各位网络时空的旅行者 今天我们要回溯到一个古老的年代 2006年 当时的人们还在使用称谓短信的东西来沟通 而智能手机还未完全统治地球 在这个遥远的过去 有一个小巧的数码种子被种下 它的名字叫做推特 或者按照当时的人们所说推特 推特的创意非常简单 让人们通过短短的140个字符 来分享他们的想法 感受和日常生活的点滴 你可以想象 这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数字版的派对 每个人都在用电报机发送消息 当然 这些电报机是虚拟的 而且 他们不会发出嘟嘟声 但这种比喻 对于理解推特在当时的魅力 是非常有帮助的 推特的创始人之一 杰克 多西 Jack Dorsey 据说是在一个儿童游乐场上的秋千上 启发了这个让人们简短交流的想法 当然 这可能只是一个都市传说 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他和他的团队 确实创造了一个让全球数以亿计的人 连接在一起的平台 推特的崛起 带来了一些有趣的社会现象 首先 他让随时随地 变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无论是在浴室 开会 还是在火星探险的路上 好吧 这最后一个 可能还莫发声 人们都可以发推文 其次 他创造了一种新的名人文化 名人和政治领袖 开始用推特来 直接与粉丝和选民沟通 有时候这种沟通是那么直接 以至于他们的公关团队 要为此头疼 推特还让网络报名这个词 进入了大众的词汇表 一些不幸的灵魂 可能只是发了一条 不太周到的推文 就可能遭到成千上万的网友攻击 这种现象有时候 被称为推特审判 但推特也有他的光辉时刻 他帮助组织了社会运动 推动了政治变革 甚至在灾难发生时 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 他证明了 即使是最短小的讯息 也能够拥有强大的力量 所以当我们在这个网络 新纪元中继续前行时 让我们不要忘记 那些简单的140个字符 如何连接了人心 以及它们如何改变了 我们沟通的方式 推特可能不是第一个社交网络 但它无疑是最能够让人们 以最简洁的方式表达 我正在吃早餐的平台 哦 对了 现在是280个字符了 所以你可以更加详细地描述 你的卖片了 总结来说 伍德斯托克 英勒杰 黑豹党和推特 都是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 重要事件和现象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代表了60年代末的 反文化运动和对和平 爱与自由的追求 黑豹党则是民权运动的新浪潮 挑战了传统的非暴力抗争方式 推特则是带来了 网络沟通的新时代 让人们以简短的文字 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感 这些事件和现象的共同点在于 它们都是由一群热情奔放 敢于挑战现状的人民引发的 它们改变了社会 将人们聚集在一起 创造了难以忘怀的记忆 但同时 我们也要意识到 这些事件和现象并非完美无暇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虽然代表了一种理想主义和和平的追求 但它也面临了许多困难和挑战 黑豹党虽然为非裔美国人的权益发声 但其武装自卫和激进言论 也引起了争议 推特虽然带来了新的沟通方式 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如网络报名和虚假信息的传播 所以我们应该以一种全面的视角 来看待这些事件和现象 它们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和价值观 但同时也提醒我们 没有一种方式是完美的 我们应该时刻保持批判思考和自我反省 最后我想问问大家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对伍德斯托克英勒杰、黑豹党和推特有什么看法 你认为他们对社会和文化有什么影响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转、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